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去南門蒜... 蒜肉沒有抓到你和少女 白白吃了一頓蒜羊肉 喔!是喔! 哈哈哈哈 喔! 你本來要去南門蒜肉 抓我跟少女是不是? 結果我們已經走了 然後你就在那邊吃了一頓蒜羊肉 也是蠻好笑的 哈哈哈哈 不錯不錯 好!我發了Discord邀請您結,歡迎大家加入喔 好!來!那就 不囉嗦啦!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喔!今天是這個 9月11號晚上喔!那我的這個直播,那我今天直播主題是 北京形容有感,和平統一其實沒有那麼難 我前幾天去一趟北京喔 那 今天才剛回來 就如同這個大家 看到我在北京直播一樣,就是我這次去北京,我其實帶了那個我們的那個 黑熊少女 一起去 看一下這個 北京喔,就是反正就是有形成的活動嘛,那我就邀 這個少女一起跟我去,那當然還有幾個年輕人了 好 那 我在直播 我在北京的那個 蒜羊肉的那個餐廳喔 然後 女開了直播 那當然大家 呃 很多網友看了也都還 呃 蠻有回想的喔 那留言也很多 大家就是 呃 你說感動嗎 也有啦 意外 意外 感動 那當然 我不知道可能 如果你本來是 塔綠般意識形態,你可能就失望吧 反正大家可能會有各種情緒 但是就是說 呃 我個人是覺得 還蠻有 我個人是還蠻感動的 怎麼講呢,就是說 呃 那個 黑熊少女啊 碧玉少女,他以前叫碧玉少女 他 在高一的時候 就 在我這邊 開始 上麥 然後就在我群裡面跟大家聊天 那他一開始 上麥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那他當然是一個非常非常 白讀 那傳統家庭那種台讀的意識形態 好,那他 剛剛上來,那也就是 在我這邊 call in節目,大家也知道 反正大家就是 我什麼什麼聲音我都 我都聽到他講嘛 我也就包容 但是 他一出場 大家都對他印象很深刻嘛 那 但是 因為小女孩嘛 也 不會 大家也不會真的去跟他 他 就是叫真 或者說 大家對小女孩可能也就多多幾分包容 那他也在我的群裡面 反正就呆得很愉快 當然我的群本來包容性就比較大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隨著這個時間 過去 從 高一的小女孩 現在已經 高三畢業 準備念大學 就在 我無意當中 這件事完全是 無意當中就 默默發生的 就是他在我的群裡面 跟大家聊聊天 竟然 一個深綠的女孩 對中國大陸 也就 開啟了 他對大陸的好奇之心 或怎麼樣 他就願意來大陸走走看看 那發覺 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 其實不是像那個深綠的描述 這麼的這種可怕 還怎麼樣 那當然他本身也是一個相對 比較開放包容心態的人嘛 所以 也竟然 因錯陽差的 他台灣的那個 學校沒考好嗎 但他因錯陽差的 因為台灣學校沒考好 所以去申請大陸的學校 也就 即將要在大陸的學校就讀了 這個事情的本身其實 還 讓我覺得 蠻感動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 從一個深綠的女孩 女孩子 深綠的意識形態的女孩子 到一個 高中女生 到一個即將 去大陸 就讀的一個 台籍學生 大一 就讀大學的一個台籍學生 兩年的時間 那 小女到底是改變了什麼 小女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改變 其實 也沒什麼 就很簡單 就是 你走出去 你開放你的心胸 然後去接受 真的去看 中國大陸的那個環境是怎麼樣 然後 你不要封閉自己的這個 心 那 你自然會 做出對自己覺得 最理性的選擇 那現在台灣很多人 其實 他是把這個心給封閉起來的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心胸給打開 其實 最重要的還是環境的關係 就是你有沒有這樣子的環境 當你一天到晚都活在這個 生活在 就所謂的信息檢房裡 你沒有像那個 碧玉少女那樣的機會 當然他一開始可能好玩 在群裡面反而跟大家這種 大陸的網友反而就是亂打屁 但是 你總是接觸多了 接觸多了 你就會 對很多事情你就會想 那我要不要 真的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一回事 那當你打開了這樣的想法之後 很多 誤會就這樣自然而然的化解 所以 我其實對少女的這個改變 我真的覺得 還蠻 感動的 真的還蠻感動的 那這是 其中 這只是一個 我在北京行的 當然少女不是我在北京 你知道我帶她去北京 但是就是 我在北京行的一個 一個點 那還有 我在北京行遇到另外一個 在北京 跟我面積的一個 我的 我的粉絲 所以我到了北京以後 他在聯絡我的 就是說 捷克我是 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 想要跟我見面 其實 我每次在大陸 都有很多 這個 粉絲想要約我 但是因為我可能 也忙 我也不見得 每個 邀約我都看得到 或怎麼樣 而且事實上我也不見得 每個人都會 願意 去見面 因為 網路上 很多時候 我 我一開始 對網友 都還蠻包容 就是 誰要跟我見面 我有時間 可以啊 見哪 但是後來發覺 其實網路上什麼 龍蛇雜楚 也有很多 假裝是我的粉絲 然後 一天到晚 傳髒話 來罵我的 也有 也有 我後來受不了 把他封鎖了 所以 我後來 我會對 就現在 現在我會對那個 見網友這件事情 會比較 省慎一點 但是剛好這次在北京就見到 也是那一對夫妻嘛 在 北京工作的台灣夫婦 他們 我也開了直播嘛 也蠻多人看的 那他們在 北京工作了 九年了 九年的時間 本來他們其實對中國大陸 真的也就 沒這麼多的 就是 就是好感 其實就是一個在台灣然後 一般老百姓他們 對政治沒什麼 沒什麼興趣的一個 普通的一個 台灣民眾 其實蠻多台灣民眾對政治冷感 那對政治冷感的話 那當然就是 在台灣接觸到的那個訊息 就是中國大陸 的那些 可怕的東西 那他們一開始去中國大陸 當然會怕怕的 但是 就如同大家看我直播一樣 那一位 台灣的朋友 到了中國大陸工作九年以後 現在 變得比那個什麼 共產黨還要紅筒 就是趕快 武統 怎麼還不武統 趕快統一吧 那當然他也是有一個 心路歷程的轉換 包括他老婆也是 就是 一開始 當然也是會覺得 這是不是真的這樣 接觸了以後 打開心胸 然後去發覺 好像 真的 中國大陸在很多 方面 真的很進步 那他們對 老百姓的這個 生活上面 也都還蠻照顧的 那相比這個 同時間的台灣 一天到晚吵來吵去的 那事情也都沒有做 那可能在他 個人的這個心裡面 還會 有一個 這麼樣的一個改變 那當然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就 也是到大陸以後 女生嘛 就就感覺 哇這個生活怎麼那麼方便 我甚至都 不用出門 我直接在網絡購物 購物節 看李佳琪的那個 直播然後就去買東西 然後就好開心 然後生活也都很便利 這樣 其實 大陸民眾對台灣人 他們夫婦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 就是 大陸民眾對台灣人真的很友善 很好 那 你 久而久之你會覺得 是不是以前 這種對大陸的想法 是 是錯誤的 那慢慢的 你自然會 打開你的心胸去了解一些事情 那 我講這兩個 例子 就是我們在北 我在北京 我都開了直播 大家也可以看 回去在 在我的頻道上 再看我在 我在北京 直播的這兩期 那 這兩個例子 其實他們有個共同點 就是 為什麼他們的想法會改變 這樣子的改變 其實 是源於他們的環境 他願意接觸 大陸這個環境 那 才蒙發了一些 不同的想法 發覺 這個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樣 那當然有的人 他接觸了這個環境以後 他的 改變 不一定會像那個 那個在 北京工作的那個台灣的 大哥啦 他年紀比我大 跟那個台灣的那個大哥一樣 這麼 天翻覆地的 地覆的改變 變成一個紅筒 也不見得會跟少女一樣 少女改變也是很巨大 他起碼 他他本來是 深綠塔綠班 要守思解放軍的 但是現在變成是願意 開放心胸 當然他嘴巴還是很台獨 但是 他現在願意開放心胸 甚至到大陸念書了 這個 轉變其實非常巨大的 他也講他對大陸的好感 本來只有兩分 現在變八分 然後 甚至引發了自己一些不同的想法 大陸的制度也有他的好 那台灣的好像 不見得都好 全部都如同自己講的那麼好 你才會有一些不同的這個想法去反思出來 那當然每個人 接觸這個環境 給他自己的 造成的影響的程度不一 但是 共同點都是你首先 要去接觸 這個環境 好 我在這個 台灣大哥 還有這個 少女的 身上看到他們改變的 改變契機的共同點都是 接觸了中國大陸的環境 人 人事物 然後 造成他們的想法上面的一個 轉變點 所以我今天直播的時候 我就 設了這個標 其實和平同意 沒有那麼難 就是 怎麼讓台灣人 能夠 走出這個環境 去接觸 中國大陸 了解到中國大陸 真的 真實的一些情況 他就是一個改變的 契機點 這也就是為什麼 現在 中國大陸 他要想辦法 就老共 他想辦法促進 促進兩岸的交流 我真的覺得 我本來覺得 中國大陸可能 他對兩岸統一沒什麼方法 但是我 我這一次突然覺得 中國大陸其實一直促進兩岸 交流 用盡方法促進兩岸各種方面促進兩岸交流的 這一條路 真的是和平統一最好的路 而且他是有效的 他真的是有效的 為什麼因為這個效果只要起來了 他是很可怕的 因為 比如說 比如說少女 他是一個 挨毒的 妹妹 本來 但是 他願意去接受中國大陸 然後他乃至於他甚至去中國大陸 讀書 他的爸爸媽媽 是生綠的 會不會因為少女 而 接觸了中國大陸 我看非常有可能 在未來的幾年內 那他的爸爸媽媽 會不會也因此 對中國大陸 有一些不同 不一樣的看法 不是他們心裡面每天看三立自由時報的那個中國大陸 原來 因為他女兒在大陸 因為他女兒在大陸念書嘛 他爸爸媽媽必須要去中國大陸 去看嘛 這個是人之常情 父母心嘛 你去看了 你自然對中國大陸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那就是一個種子 他其實影響的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而已 他是會影響到他周邊的人 還有那一對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夫婦 他們也是因為自己在北京工作 然後了解了 他會跟他的 朋友 去講 其實中國大陸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當然就如同在直播上面 他講的 很多台灣人是很 暗拒的 但是 他們是一個種子 他們其實會開啟 他的朋友 願意去 試試看 去大陸看看的這個心 他們也講了有的朋友 被他們講的願意來大陸看看 所以 其實 這東西是會影響 是會擴大的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民進黨 賴清德 他要想盡一切方法 用盡一切 手段 去阻擋兩岸的接觸與交流 我們平常講兩岸接觸交流 兩岸接觸交流 好像沒有用 比如說馬英九時代 大家講兩岸交流那麼久 那個 兩岸關係有好了嗎 我覺得馬英九時代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馬英九時代是2008年 反正就是2016年以前 2008年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中國大陸跟今天的中國大陸 更不一樣 今天的中國大陸 因為08年那個時候他們的行動 中國大陸行動支付互聯網產業跟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然後整個 城市的發展國家的進步 又更高了 起碼兩個層次以上 所以加上 年輕的一代 90年 9095以後的年輕人 甚至00年以後年輕人 現在 現在是2024年 都已經成長成成 成年人了 所以 包括人的文化素養 也都提升到一個程度了 所以 馬英九時代的兩岸交流的影響力 不如現在 現在 兩岸去交流 給台灣人衝擊的程度 會非常非常的巨大 比 馬英九時代巨大的非常多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現在 兩岸交流在現在 對現在中國大陸來講 是和平統一 最巨大的武器 這個是我真心真真心這樣覺得 這也是為什麼 民進黨他用的招 反制的招 是正確的 站在民進黨的角度 他必然要使用洪荒之力 來阻擋這件事情發生 因為他知道 今天的中國大陸 跟 馬英九時代的中國大陸 跟以前的中國大陸 完全不一樣 現在中國大陸 真的是 世界第二強國 那甚至很多領域上面 的進步的程度 乃至於對老百姓來講 生活的便利性 可以說是 在華人世界第一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子 狀態 讓老百姓 台灣老百姓多接觸到 那他們心裡面 對於美國民主 或者是我們台灣 實行有年的 這種 民主自由的那種 信念 會不會動搖 因為你最後 最 最終的 你是要看成果 那我們 這麼多年的民主 我們得到成果 是這樣 中國大陸 他們專制 他們這麼 獨裁 這麼不好 但他們得到成果 是那樣 總會有一些反思 吧 所以 今時今日的兩岸交流 跟 馬英九時代兩岸交流 不可同日而已 今天兩岸交流的威力 比馬英九時代兩岸交流威力 大得多得多 好 所以 我覺得 尤其我這一趟北京行 聽到了這些 這些 事情 以及這些故事 其實也都是在 這幾年 這些 包括那個 台灣人在北京工作的那一對夫婦 他們是16年去的 大陸 所以其實就是剛好是在這 這幾年的時間 他們見到 中國大陸整個社會情況的變化 那包括少女也是 所以 我真的覺得 就是說 和平統一 彼此沒有那麼難 真的沒有那麼難 很多對和平統一 兩岸和平統一 抱持絕望的人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那麼絕望 真的因為 現在的中國大陸 隨著他的國力的發展 當台灣人 總會見到 當台灣人見到的時候 10個人有一個人 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有時候改變 就很厲害了 而那改變的那一個人 他可以發揮他的影響力 去影響其他的人 那當越來越多的人 有這樣子的 想法的轉變的時候 其實 也許兩岸的 和平統一的路 這個門 就打開了 也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 大家不要那麼絕望 好吧 希望兩岸和平 統一的 各位 真的不要那麼絕望 我這一次去北京 至少我沒有那麼絕望 我又打開了一點希望 因為我看到了 身邊案例的 真實的呈現 所以 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繼續的努力 多促進兩岸的交流 我相信這個是有用的 畢竟 我們都不希望兩岸發生戰爭 是不是 好 來 那這個就是我在北京 北京行 有感 這個 特平統一 其實沒有 我們大家想的那麼難 大家多多交流 會 看到 人 心裡面那個想法的改變 看得到 看得到 好 來 等一下開放Discord可以 麻煩大家 召那個 鄉民 論壇 然後來舉手發言 OK 好來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 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 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 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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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 謝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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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